遠遠的生日 大家 中午好 現在算是快錯中午了 中午好 這個時間點 看直播的人其實也不多 大家午安 車上有嘉賓喔 車上有嘉賓喔 女王 她是外島的喔 對啊 還會出去了 等一下我的後世金誰給我碰 你有關燈嗎 女王跟我們一大早出來走走晃晃 阿澤妳是都不用做韓國的 她好準喔 她都知道耶 你是不是有在裝天眼 沒有我有寫標題 標題說一大早要買生意片 我標題就是一大早買生意片 我有時候一大早要去買生意片 而且現在刮到這裡有個好處喔 我可以照我 照不到你 只照到我半邊臉 你咧 真的 現在這個角度 不會照到臉 創痾你看看 不會啊 不會啦 你看 就照到半邊臉而已 不是那樣我先幫我朋友弄一下東西 慢慢聊天 生意片才剛開而已 來 我看一下 哎呀 那11點才開 呃 樹林這家叫金字方生意片 超級好吃 好吃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 幹 我的手錶忘記戴了 哦 然後 好吃到 不能在樹林人 怎麼啦 波團 波吻 波吻就會被罵 因為波吻就會有很多人去買 去買來吃 那就會有 就會要排隊 就會買不到 來 等我們一下哦 來去買一下 你要看一下後面的車子 沒關係 我現在在排這邊哦 我說你要看後面的車子 我知道啦 你不要 你不要晃過來 你你來了 你晃過來被拍到我都沒辦法 過來啊 沒關係 趕快關門 大家想好中午要吃什麼了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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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你們聽一下什麼叫做公雞叫 我們家這隻妮妮就是可以當一隻公雞 哈囉 冷冷嗎 晚安 對我都覺得他不是狗 他是雞 他真的叫的聲音很像一隻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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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等我一下我先填一下問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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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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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在玉音街 他以前在玉音街的时候 我就很常去买 因为我走路就可以到了 然后后来是 好像有一次 他突然就不见了 然后听说要搬家 但是我就不知道搬去哪里 我就已经 我大概有兩年的時間沒有吃它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萊姆哥才跟我講說 他搬到大安路這邊來 而且他原本也不知道他是在搬到大安路喔 他還是自己Google的 他想說那間店到底搬去哪裡 因為他也跟我一樣很想吃 因為很久沒有吃了 然後才Google到原來他搬到這邊來 後來我們才知道 啊原來在這裡 然後自從知道在大安路的時候 買生魚片就是他要負責去買的 他以前在育英界的時候生意就很好了耶 可是我覺得他搬來這邊好像 嗯 好像就會遇到像我這種不知道他搬去哪裡的 所以就會我覺得人好像沒有像以前看到那麼多 可是他的人到現在還是算多啦 因為他不會是一次一次密集性的擠在一起 那他真的不能上社團 他只要上樹林社團的話 他當天就會每一個人就突然的莫名想吃 然後全部都擠在一起 然後就沒有辦法消化掉人 然後就沒有辦法消化掉人 人流量 然後老伴就很頭痛 喔 有可能被天敲打下去 所以要是他這邊也不好停車啦 就是像萊姆都每次來買 他都是騎機車 機車比較方便 可是他以前 運 運路那邊也不好停車啊 也是在巷子裡面 也是 要騎機車才比較方便 生魚沒有喔 生魚沒有喔 沒有要買鮪魚200喔 沒有要幫你買 呵呵呵 生魚你好像每次來樹林都必買在家齁 呵呵呵 一次就買600 呵呵呵 我們今天沒有要各200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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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都切得很厚你知道嗎 都切得好大塊喔 嗯 我每次跟 我每次跟身邊的朋友講說 這一盤 譬如說我們買500塊 我們就說這一盤500塊 或者這一盤300塊 沒有一個人相信 他們說怎麼可能 每一個都覺得他的量都不太可能 有這麼多 重點是他又新鮮啦 他好吃是因為他又新鮮 他真的是新鮮欸 嗯 我不知道欸 我每次去 竹鮪魚港 或是台中港買的 生魚片 都沒有感覺這麼便宜 或是 切得這麼大塊 他現在目前還是我心中的第一名啊 因為竹鮪魚港 跟那個 跟台中港我都沒有看到有一家 我這個比他好的 嗯 台中港 台中港的生魚片有跟他 沒有 沒有對啊 也不會比較便宜 他這邊比較便宜 然後竹鮪魚港的也沒有啊 我爸是常去竹鮪魚灣買 他看這家金字房就說 哎唷 哎唷 他比魚港便宜喔 哎唷 喔不是北部的竹鮪 竹鮪是真的有點貴啦 說真的 竹鮪是太貴了 台中港也沒有比他便宜啊 台中港也不便宜 我就買過了啦 對啊我也是去 差不多啦 應該是說差不多的價格啦 可是他切得更厚 對啦對啦 反正就是我去吃的 我就需要趁重量才會知道 因為他們都是用手拿的那種感覺 對 他們的感覺 他們賣都是平感覺 不是真正用棒的 我剛剛去買沒有鮪魚的 沒有鮪魚了喔 對 他們經常性沒有鮪魚 那鮪魚鮪魚 那鮪魚好吃耶 那後來 我想吃它鮪魚 我就說 那兩百塊的鮪魚 其實我就喜歡吃鮪魚 跟兩百塊的鮪魚 鮪魚 鮪魚鮪魚都好吃 他就推薦說 你既然那麼 喜歡吃鮪魚的 你就會喜歡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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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耶 所以 那我就說 好 那就 可是它又有鬼頭刀 所以你到底買什麼啦 那我就買50塊鮪魚 跟50塊鬼頭刀 因為鬼頭刀的口感比較像鮪魚 鬼頭刀比較Q一天 我這個人 那味道呢 然後就是 味道就是比較像 比較像那個鮪魚 肉質啊 肉質 我不在乎它的肉質 我在乎味道 所以 差不多差不多啦 欸 每隻魚喔 每隻魚的味道欸 所以我就 你不要以為它生魚片就好像沒味道 所以我就乾脆買 買這樣子 啊 展示給各位看好了 你現在買多少錢啊 嗯 你現在買多少錢 500啊 哦 對啊 每次買500抽就這樣 啊 你要用你的手指頭當厚度嗎 來 就是這樣子 比我的手指頭還要厚 有沒有看到 比我的手指頭還要厚 切的 這樣500塊 比我的臉還要大 這樣子 這樣200 250 50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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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頭刀 其餘 鮭魚 OK 我看一下 哪一個人哪厚 哪一個人哪厚 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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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 吃看看 然後吃 看看 啊 那吃 吃 生魚片有一個 有一個訣竅 教各位 吃生魚片有一個訣竅 你現在買的對不對 當然它下面會鋪冰塊嘛 不太會 會 會 轉調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 嗯 盡量讓它保冰 保冷度 但是你要吃之前的20分鐘 聽清楚 拿去冷凍 哦 我們都這樣子 拿去冷凍 拿去冷凍的時候呢 冷凍多久 大概 20分鐘到30分鐘 不要超過了 超過就變成冰了 冰咳 嗯 那20分鐘是最剛好 20分鐘 一般的冷凍 20分鐘 為什麼最剛好 它就是還沒有冷凍 但是又有一點 變硬了 那種硬是變成QQ的 所以你吃起來會覺得很Q 不會軟軟的 不會暖暖的 然後他們本身的鮭魚 不會爛爛的 就很好吃 那如果你再加上一點點冷凍的感覺 快要半 所謂的半冷凍的感覺 你會覺得 哦 吃起來很爽口 所以你拿出來之後 要趕快把它吃完 20分鐘 冷凍20分鐘 或30分鐘 拿出來趕快吃完 如果你不喜歡 那麼 那麼 就是有點冷凍的感覺的話 你就冰個 10分鐘到15分鐘 你好像比較喜歡 冷凍的感覺 對 就是 你不喜歡爛爛的 對 我不喜歡爛爛的 就是 有點常溫 有點常溫的感覺 那我就不喜歡 所以 我喜歡就是 稍微有點 冰 冰鎮的那種感覺 那樣子的 那樣子的 生魚片會比較好吃 任何生魚片都是 不是說 哪一種魚 才 才會比較好吃 不是 都是 用這種方式 就是大概是 20分鐘 但是你如果忘記了 變得不記得 你知道 變成冷凍 那就 我就 最快的方式就是 又拿回來去冷藏 大概再放一兩個小時 冷藏就可以慢慢退 對 比較好 你不能放在常溫退 對 常溫退的話 外面是軟的 裡面是冷凍 所以 這是放在冷藏 冷藏大概要放一兩個小時 差不多 一兩個小時 它就會退回來 原本的那種 一半冰一半的不冰的 那種感覺 這樣大概 大概有了解的嗎 就是說 你要吃飯的之前 就大概都只有時間 放進去 比如說 你30分鐘 20分鐘後要吃飯了 差不多要開動了 你就把它放進去 冰 冰在冷凍 拿出來吃 最好吃 這樣子是又Q又好吃 但是 情意相信我 除非你是不喜歡 你就喜歡常溫的 那種爛爛的 看 我就不會說 然後我們今天剛好 也去跟他聊了一下 因為老闆跟我 也算滿熟的 滿熟的 他也知道我是誰 因為他說 我在電視上看過你 第九黃金線 我有看過你上節目 對阿對阿 然後 我就跟他聊起 那個東港的那個黑鮪魚 他說其實很多人都吃不習慣 黑鮪魚 就是吃黑鮪魚肚嘛 撒嘎嘎嘛 吃那個太油了 我們家女王吃一口不敢吃 我不知道 我不喜歡吃很油的 就油阿 油膩膩的 薑鮭魚我也不是很喜歡 而且那種油是 一咬下去就融化掉了 有沒有 就是都是油 就像在吃魚油一樣 然後我們家女王吃不習慣 然後他就說 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客人 去東港買了七千塊的 三咬嘎 通通都買三咬嘎 買七千塊 然後買了七千塊之後呢 有發生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吃了兩片而已 那七千塊只吃兩片 其他全部帶回家 帶回家幹嘛 煮湯 幹你娘的 把三咬嘎拿去煮湯 要死我 為什麼煮湯 因為他說不敢吃 太油了 吃不習慣油的生魚片的人 沒有辦法接受 太油了 對 他比鮭魚還硬油耶 好噁心喔 他脂肪大概占了80% 可是我爸很愛吃 你知道嗎 我說到這個 我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爸 一世人沒吃過 沒吃過 沒吃過奧桃 我覺得好難吃喔 我不是吃那個好料的嘴 好可憐喔 其實很多人都吃不習慣 然後 然後有一次呢 我爸就去台中港的時候 他就眼睜睜的 一直看著黑鮪魚 然後他看了他也沒說什麼 我就問我爸說 你到底有沒有吃過黑鮪魚 他說沒有 他從來沒吃過 然後 村裡面的誰誰誰啊 跟他說那個黑鮪魚 多好吃多好吃啊 然後他都沒吃過 然後他就 那種 你知道那種老人家想吃 又不敢吃 因為他覺得很貴的東西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你不用想太多 然後 然後 然後台中港的黑鮪魚的價格 跟東港是一樣的 一片是200塊 一片是200塊 然後我就說 那來個三五片吧 給我老爸吃 然後我老爸就一直罵 那麼貴 誰要吃什麼 我就說不用 沒關係我吃鮭魚 你吃那個 那其他的你也可以吃鮭魚 200塊的鮭魚 一小盤了 對不對 不要說一大盤 一小盤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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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鮭魚 一片200塊 靠北 然後我爸呢 就用戰斗的手 當然很誇張啦 當然是說戰斗的手是很誇張 只是說 他從哪沒吃過 然後他吃了一口 就說 喔這個超好吃的 你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他說超好吃的嗎 因為他覺得關於 對 他就覺得一片200塊 幹你吃起來 他媽的特爽 特爽 為什麼長輩都會 因為他的價格取決 對 好還是不好 對 奇怪 他就說他媽的特爽 好吃 他就一直跟我說 好吃好吃 然後他 然後今天也是吃了幾片就不吃 對沒有 他就說 你吃一片你吃一片 他就一直說 這個這麼貴的東西 你吃一片不要都是他吃 那那一次好像我兒子有去啦 還有我媽也有去 那我媽是不吃生魚片的 兒子也不敢吃生魚片 永遠都不吃的啦 他不吃生的東西 好 那就變成是 我爸就推給我吃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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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吃一片吃一片 他會覺得內心會比較 比較 沒有罪惡感 然後我就吃了一片 吃起來 趕就跟台東 跟東港差不多了啦 對啊 我就說我吃過了 然後我就好啊 吃一片 然後他就吃一吃之後 又吃了鮭魚 然後他就 你知道他吃過之後 去全村裡面炫耀啦 你要農村就是這樣 去炫耀了 去炫耀什麼 不是炫耀達人 去炫耀的時候 他也有吃到烏托龍 到處去跟人家講 所以農村的長輩 都一個一個在炫耀 不是 都是那種 欸 你當你要買 不是 當你要買的時候 他就會說 幹沒差錢 這麼貴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買來吃 弄破人的油豆 當你買給他吃之後 他吃了之後 到處去跟人家講說 我吃過什麼東西 你知道他有多好吃嗎 那長輩就會心裡 很多人 老年人就會覺得說 幹 那個東西這麼好吃 我一輩子都沒吃過 我兒子就是沒有買給我吃過 但是他又不會去要 他只是羨慕嫉妒恨 這就是長輩 所以我只要出去看到貴的東西 我一定要買給我爸媽吃 任何的料理 我一定要買給他們吃 因為我隱隱約約有時候 都會聽到他們在說 誰有吃過什麼東西 可是他們就是沒吃過 而且有一次更好笑 有一次我們園領的大潤發 不是有那個 爭鮮嗎 然後 我不知道說他們從來沒吃過 因為 可能 第一個我哥不吃這個東西 因為我哥是素食 第二個 小朋友不喜歡吃 然後 然後 我弟 他們有吃 可是就是沒有帶他去吃過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說 我們來去吃爭鮮 沒有吃過 跟我們家女王 就說 他帶我爸媽去吃 然後我媽就說 你們老爸 常常來大潤發 都打在人家外面的櫥窗 你看 看說那個爭鮮 到底是在吃三塊 然後 每次都一直看 一直看 都不敢在那裡 也不敢在那裡 也不敢在那裡 我們兩老都不敢在那裡 然後我聽了 我真的是聽了 聽了之後 心裡很難受 老人家想吃 可是不感興趣 因為不知道 人家是怎麼吃 也不知道 對 也不知道多貴 可是我老爸又想要吃生魚片 各位聽懂那個概念嗎 然後我說 怕怕我帶你來去吃 然後他有時候 他第一次進去吃 然後我老爸 就像那個小孩子一樣 有沒有 哇 就一直看人家旋轉的 他就一直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就說 你只要看到什麼 想吃 你就把它拿下來 他覺得很新鮮 很好玩 對啊 然後 吃過以後 他就說 以後他不吃了 因為他說 也不怎麼樣 老人家是說 不怎麼樣是覺得他很貴 那其實 爭先很便宜啊 可是他們就覺得很貴啊 因為他覺得 一個便當才多少錢 一個自助餐才 我跟你講 農村裡面的老人家 永遠 算的都是說 一個自助餐 或者是一個便當多少錢 欸對 下去給你換算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一個便當就60塊吧 比如說 啊你他媽的 吃兩個魚片 就要60塊了 可是有人去買那個 鳳梨酥啊 嗯 一個42塊 他就說 一個就可以 我用三桌鳳梨酥 看你們的意思 對啊 他就會說 一個都快要 快要一個便當了 對啊 農村就是用這種方式下去比 用一個便當下去 下去算 鳳梨酥就等於一個便當了 對啊 這麼貴你們吃得下去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是每天吃 對 然後帶人家 帶老人家就是想辦法 讓他們吃過 他們不行 沒有吃過的 然後 有時候我帶他們去吃泰國料理 那個泰國料理最好笑 然後沒吃過 一輩子都沒吃過泰國料理 去吃過一次出來 嗯 泰國料理都臭炒 臭炒 臭炒 然後可是 他會到處去跟人家講 就是他以前聽人家講泰國料理 沒吃過啊 可是他說 他現在講得出來了 對 他所謂的炒炒是指說有魚露的味道 他不喜歡 所以這就是老人家 各位記住一句話 當你的阿公阿嬤你的爸爸媽媽 年紀已經大了 請你思考一下 當你在吃任何 山珍海味 任何 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個所謂的蒸鮮 很多長輩都沒吃過 拜託你們帶他去吃一次看看 對他們來講 他們想吃也不敢講 你硬拽著他去吃他就吃阿 可是對他們來講 心裡 心裡雖然每次都吃個一口兩口 說不好吃 不好吃 不好吃 我跟你講心裡還是很心 很高興的 為什麼說很高興 至少兒子 孫子 願意帶著他去吃 女兒 孫女 願意帶他去吃 心裡是舒坦的 各位了解那個概念嗎 這就是老人家 想要幫你省錢 想吃 又不敢講 吃過一次 至少他死而無憾 我會講的比較尖銳的話 死而無憾 對吧 等一下他要試試看 我就不吃過生魚片 看很多這種人 等一下他要試試看 我就不吃過蒸鮮 我就不吃過泰國料理 越南料理 對吧 不吃過川菜 不吃過墨西哥料理 所以想一想 像我們家 我爸媽現在 跟我弟 我哥比較沒辦法 因為他吃素食 這個區塊我們也不會怪他 然後他都是買另外的東西 或者是用另外一種補償的方式 給我爸媽 那我跟我弟都是 兩個小鮮的 載老婆要出去吃東西 我弟就帶他去吃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我也帶他出去吃奇奇怪怪的東西 上一次我回去 欸 上一次回去你也有去啊 上一次回去我爸爸 我爸 老爸不是一直炒的時候他想要吃羊肉乳 對啊 欸 他第一次開口自己說要吃羊肉乳 對喔 他們都不會開口 他們說要吃羊肉的好啊 那就去吃啊 然後我媽在罵他 我就說你不要罵他 他難得開口說要去吃 就去吃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吃得很開心 而且他第一次說要去吃的時候 還沒有大家吃到 第一次 原蛋啦 他炒著要去吃 結果去了好幾家 每一家都賣 對啊 第二次去吃血汁 去吃上賭藍的 好笑喔 對啊 所以 記住啊 長輩齁 聽聽齁 他們說的話聽聽就好了 那個很貴啊 他不愛吃 他不是不愛 他不是不愛吃 他是捨不得吃 對 他想要幫我們吃完美生吃 對 他不是不愛吃 他愛吃得很 而且會到處炫耀 我跟你講 哈哈 這個才好笑 然後 後來 但是後來 但是後來 我都跟我們爸媽講說 千萬不要跟自己的兒子炫耀 你可以跟外面炫耀 不要跟自己的兒子炫耀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 比如說跟我出去吃 吃了什麼東西 不要去跟弟弟講 不要去跟我弟弟講 因為會讓弟弟覺得說 你現在是在跟我 說 哥哥 二哥對你比較好 帶你去吃 我沒有嗎 然後 孫子聽了我也不舒服 比如說 他跑來我家會說 小弟帶他們去吃什麼 然後我兒子就會很生氣 我們沒有帶你去吃東西嗎 你這樣子講 好像說的好像 我們都沒有帶你去吃東西 一樣 然後兒子就很生氣 說走 我現在帶你去吃什麼 就是 不要有 讓兄弟有計較的心情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 他閉嘴 然後他去跟外面炫耀 怎麼炫耀都沒關係 因為他不用說跟誰出去 他只要說跟兒子就好 他也不說跟誰哪一個兒子 對不對 千萬記住 如果你現在看我的直播 你是一個長輩 你兒子 你有兩個兒子 你千萬不要出去跟人家講 我大兒子帶我去吃什麼 講多次的人家 他家民家不會去說 那我大兒子帶你去吃什麼 小的都沒有 對吧 那小的心裡會有障礙 加上他的老婆也更有障礙 都帶你自己好 你去帶那裡帶好啊 再三文文文以後啊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變成兄弟感情不好 老爸老媽有時候要負一點責任 所以有時候我們 有一次我都聽到 我們弟弟的女兒 就 有點責怪我媽媽 就是說你不要每次來到 去我們家就說 二哥 二叔叔 二伯帶你去吃什麼 二伯帶你去吃什麼 來到二伯他們家就說 我爸帶你去吃什麼 吃什麼 讓他們有比較的心態 但是他們是無心知過 他只是想要炫耀 說他吃過了什麼 但是他沒有想到另一個層面 這是我跟各位講的 所以你要有 知道 那如果你今天是 當人家晚輩的 當你爸媽這樣子講的時候 你要婉轉的去跟他講 去跟他剖析這個問題 婉轉的不是跟他吵架 就會跟他說 你這樣子講會讓我們心裡有陰影 那我們也會帶你去吃 那你對外你可以說 你跟兒子出去吃就好 不用跟人家說 是哪一個兒子 對吧 那外界都會不知道 那因為有時候兄弟啊 有的人過得比較好 過得比較不好啊 對不對 有的比較有時間 有的比較沒時間 像我 我長期都是在台北 那在家裡當然是我弟啊 我弟他當然比較會有時間 帶他們去吃嘛 對不對 那我當然是想盡辦法 只要一回家就是 帶他們出去吃嘛 吃好吃的東西嘛 想當然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只要我回家 我爸就會問說 要去哪裡吃 要去哪裡吃 他就很期待 應該是說你回家 就想要 都陪他們 對我就盡量陪他們嘛 帶他們出去玩嘛 因為我畢竟我不是 一天到晚都在家裡的人嘛 對不對 沒辦法 我爸媽不會 就是只吃 有什麼好吃的齁 都帶回家去跟爸媽吃 他們捨不得吃你 都買回家的他們也會吃的啊 不吃會壞掉 你就這樣子講 不會壞掉 哈哈哈哈 啊 當長輩聽到會壞掉的時候 再怎樣他都塞進他嘴巴了 你應該塞進嘴巴也不要倒掉啊 你就放著就說 這個不吃會壞掉 到晚上我就把它倒掉 反正沒人吃嘛 我跟你講 長輩怎樣都把它塞進去了 他會先把它冰冰箱 冰冰箱也一樣啊 也是要吃掉啊 可是熱熱的不吃 你幹嘛冰冰箱 到最後還不是丟掉 明天再服熱吃 哈哈哈哈 長輩都是 你要抓時間啊 你總不能他們吃飽了 又拎了一個生理片回家 給你耗胎喔 對不對 各位聽懂那個概念嘛 然後你要裝作說 我就吃不下啊 我就吃不下啊 你就吃嘛 給長輩吃 就是要用另類的方式 逼迫他去吃 然後他久而久之他就習慣了 習慣了兒女 帶死東西回來給他們吃 但是同樣的 我先跟各位講的是 你如果有能力到哪裡 你就做到哪裡 你今天如果生活真的 並不容易 你已經自己有老婆小孩 你的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了 那就 偶爾 偶爾才去奢侈一下 沒有 甚至不用 不用說一定要花多少的錢 對 他們長輩要的就是 陪而已 對 我們比如說 你沒有辦法在金錢上面 滿足 你就用時間去滿足 其實他們根本不喜歡用金錢去滿足 他們就想要你陪他吃 你就陪他吃滷肉飯 他還是去吃 對 帶他們去吃排隊滷肉飯 哈哈哈哈 在那裡 站在那裡排 就是要讓他們去排 就是要讓他們去排隊 然後 我幹 長輩就會覺得 幹這個到底有多好吃 他媽的要我排隊排那麼久 對不對 就是要你去排隊 對啊 一個排隊滷肉飯能花多少錢 你花了時間去陪他 當你在排隊的過程當中 又可以跟他聊聊天 陪陪他 他心裡其實就會很高興 對吧 幹一碗滷肉飯 不要跟他說三百塊 看變笑 對 裡面是毒人肉 在這裡 人肉滷肉飯 我這是跟大家說開槓 記住的 每次我們唱歌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人上面 來留言 來說他們的心情故事 就是點了一首父親 點一首爸爸 就是說他爸爸過世了 你看 這就是指欲養而親不待嘛 對不對 豬欲盡而封不止 豬欲盡而封不止 對不對 你就知道說 當你的長輩 你的爸爸媽媽不見的時候 就是不見了 回不來了 我爸爸快80歲了 我媽媽 童年年 都想要你 想要你 想要你都幾歲了 77、77歲了 快80歲了 對我們來講 能賠多少是多少 我說實在話 從三、四十年前的時代 能活到七十歲以上 叫很長壽 今天要很長壽了 今天要很長壽了 所以 啊 我自己帶酒精了 酒精幹嘛 我媽媽說要 在去買藥局 多的是 現在酒精到處都買得到 現在酒精你去藥局 你要幾箱有幾箱 生產過剩了 他好像捨不得買耶 去買嗎 還是沒時間買我不知道 他就叫我呆 等一下忘記突然想到 你平台多少錢 40塊 對 這台貨車前面有車嗎 哇 對不對 有帶錢不用帶酒精 有帶錢什麼都可以搞定 那你們的留言呢 因為 我再說一次 因為你們的留言 這要電話啊 再一次 不要理他 09722 不知道 我幫你插 了解嗎 不接了 很討厭的 我們這邊是 汽車貸款部 看 我的車子能不能帶個五百萬啊 不用還利息的 不用還錢的 還好你沒有接 一接就掛 哈哈 這所謂的有效 他在打那種有沒有效的電話 這電話是有效的 他就可以做紀錄 就是賣各自出去的那種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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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樣 再說一次 我在開車 我沒有看各位的留言 那女王現在也懶得看留言 懶 不是啊 他們聊天就聊天 我聊我的 他們聊他們 因為有些人掛著在聽而已 對 有些人就是喜歡 喜歡在上面 大家都收視的 現在鏡頭照我 有些人就是喜歡 收視的人 各自在聊天 那很棒啊 各自聊天 我都覺得iPhone很奇怪 不是啊 iPhone很奇怪就是 它 怎麼樣 用前鏡頭 可以這麼的穩 那後鏡頭為什麼不行 這個 我們都搞不懂 有些人想說 後鏡頭就是在幫人家開照的啊 手持都還OK 然後他想說 你要前鏡頭 是大家都要自拍的 現在自己開始 不是啊 他為什麼不把前鏡頭 他為什麼不把後鏡頭做的 也很前鏡頭一樣 這麼防手震 從直播裡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不好 那其實他平台的手機 不知道 SONY的應該不錯 SONY的 SONY的鏡頭 如果做得差 就不行 就不行了 不可能 SONY的鏡頭 應該怎麼會弄得不錯 那我們等一下 他等一下從國內 到一號下去 今天好天氣耶 今天本來就好天氣啊 本來想說 今天要騎車的 開個影片 沒有啊 就幾三號啊 沒有拍耶 沒關係啊明天去拍啊 時間多的是 明天拍 後天都可以拍啊 明天拍 後天都可以拍啊 原本預計 禮拜五 預報是下雨 本來是說 預報說禮拜五要 南無安樂園 後來我取消了 為我講 因為我覺得 過年後再做所有的事情 消炎 強力的消炎藥 消炎 消炎 跟止痛的 所以現在 基本上都不會痛 吃了之後 然後尿尿都是黃色 微大粒你知道 我整個尿尿都變成微大粒了 比微大粒還要微大粒 比微它陸批還要微它陸批 非常非常的黃 它裡面是不是有給你維生素啊 不知道啊 消炎藥都有 一般消炎藥 越強效的 你的尿尿會越黃 就是那一種 你確定你要這樣 又要吃了 沒辦法 有必要吃嗎 對 吃了之後我這個手 差很多 我就是 強力的把它消炎下來 再說 我媽都說了 因為其實 人身上有傷 像我屁股有傷 有去倒掉了 什麼會痛 人家會痛 你那個沒有強力的把它壓下來 把那個消炎給你弄到好 以後 以後就是一個慢性病了 對 你就隨時都會痛 隨時都會痛 所以 我媽都說 寧願一直吃消炎藥 把它吃到 全部壓制到 都好 要不然你以後就會很麻煩 要痛不痛的 要活不活 要死不死的 我一直跟我說 藥一定要把它吃 吃到好位置 很多人都說 藥能不吃就不吃 可是 其實 我這次摔的 其實 我現在 才真正的去知道 它後 我後續的威力 當時摔下去的力量非常龐大 非常大 才會讓我的手腕到現在 還是很痛 手腕還是很痛 還是沒有辦法 凹跟出力 壓著的出力是沒辦法的 會很痛 要做什麼吊單槓 浮地警生 都不用講了 都不用講了 光是人都沒辦法撐了 不要說浮地警生 那到現在已經多久 四個多月了 西瓜會 你就知道它當時的 撞擊力道有多大 我很想要拍個影片 四個月後 翻車後 四個月後 的喪事如何 然後去勸告這些年輕人 真的不要以為 身體都是鐵打的 你覺得年輕人 覺得那時候 就不叫年輕人 你真的還跟他們講 他還是不會懂嗎 因為我覺得 我這個 會永遠帶這個病因 一直到 到我老 很老很老 像這隻手指頭這個一樣 我覺得是回不來 我個人真心的 覺得回不來 你沒有看到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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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看到他耶 前面堵車這台 切進來 對啊 你會永遠沒有看到他耶 前面剛好回堵 然後有一台計程車 就從內 從外線切進來 我這個 我這個車道 來看看我們現在的軍車 也是中華的啊 應該是中華的 為什麼他寫軍車 就軍車啊 怎麼會這樣 我沒看過這樣排耶 就是軍啊 好特別 因為他已經有寫一個軍了 你看 對 他以前是不是用這種排啊 是不是因為他都不會在外面 讓人家看到 所以就是很少看到這樣的 不會啊 軍牌現在都是 所有的車都要掛軍牌 以前不用現在都要啊 不過以前 到現在為止也是一樣啦 軍車都是盡量要離讓 一般的民車 因為當你發生任何的碰撞的時候 你會比較吃虧啊 這台IDR022 會比較 會 會 會比較吃虧一點 不要再這樣 因為突然插進來 對啊 這台啊 各位看到 Legend 跟勇俊 同一個牌子的車 IDR022 TDR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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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插進我的車道 幹你哪有 前面回堵 你還插過來 我的安全距離 不是給你 不是給你插進來的 幹你這麼大隻 你這樣你也賣 喔 陸間都須及一點 給你給你給你 跟我一樣喔 哈哈 我來走陸間 下一次店有跟妳講嗎 有有有 剛剛有綠燈 給你們 都給你們 都給你們 我走陸間這樣可以吧 因為我要下交流道了 所以我可以走陸間 都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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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剛才有在那邊 做客人家也不給 吃藥是兇 但剛剛裡面好像坐滿多人 油耗真的超高的 這問勇俊就知道 勇俊就知道 有在那邊上 有啊 我有看到 喔 幹你娘 媽 幹你娘 帶在那裡 煞車煞到千元 煞小啦 臥貴車他媽啦 你可以開到 這樣子塞車的程度 你還可以開到煞車 煞到千元 不簡單 那他輸了 還要煞車 不是 他突然間煞車 他可能有點分神 有啊 有啊 那台車上傳出去 他也沒有拿光向燈 怎麼現在能開車這麼衰 哪一台 那一台 那一台 還是他有檔 沒檔檔檔 我一堵到這裡了 好瘋喔 我一堵了 我現在騎車 你是U6 GT喔 走了 他是M77 哈哈哈哈 M7吃油怪 哈哈哈哈 你看 100公里差不多 十幾 差不多快要20吧 20公升吧 百公里大概20公升吧 對不對 永俊 M7啊 百公里大概要吃掉20公升 幹 20幾公升 每公升只能跑5公里 幹 那有夠陷 我這台不到10公里 我就覺得很陷 百公里 我要11 我這台車 百公里要11公升而已 我這台車百公里要11公升而已 他們說 他們留言 他們就會說 吃生魚片啊 你車上不是有 沒有喔 你知道人真的是很可憐 就是每天都不知道自己要吃什麼 都覺得自己要吃什麼 生魚片要熱的 不可能啊 不知道吃什麼 我買的生魚片 下面有墊那個冰塊啊 下面有一大包的冰塊 對 然後 然後 家庭租貨的煩惱就是 每天要煮什麼 今天要煮什麼 要煮什麼 都不知道煮到 煮什麼的 然後外食煮的煩惱就是 要吃什麼 幹嘛啊 這裡怎麼塞車塞成這樣子啊 下車到下不去 幹 發現什麼事情啦 這麼多工業啊 工業也不應該塞成這樣 完全都不動耶 這我就不知道了耶 基本上已經是 完全都不動了耶 太浪了 太浪了 太誇張了耶 所以剛剛姐說他剛剛吃飽了 他吃什麼啊 他吃飽啊 三飽嗎 三飽 大家打字都很隨興啊 看得懂就好啦 車上裝廣播要幹嘛 讓開讓開 別開這邊讓開 不要 我有另外一支手機喔 不要逼我 欸我看到 五一小姐 哈哈哈哈 五一小姐 五一 五一怎麼又出現了 五一對 你怎麼又出現了 五一小姐 哈哈 五一小姐出現了 直接廣播 我沒煞车我的 肚子 五一小姐 你害你 space 走的話 我沒有煞車我去幫你擋 好多車喔 怎麼會這樣 我第一次在我們家裡面看到 這樣子的狀況 先講說 前面有事故 我們那邊有可能 會塞成這樣子 下街頭道又沒有什麼東西 又沒有什麼東西會把你擋住讓你走不了 沒有啊 工業區也不是下去就是工業區 就算是工業區也是分散的 我覺得前面有車禍 我們那邊三叉路 來 很容易 我們來準備看看是不是發生了什麼車禍 應該不是,你不要亂講去 這台團隊這樣爬要真 你當我牌子都是笑的就對了 你媽媽咧 看一下車號 各位看一下 看你娘 我以開山林的汽車為此 它就是開山林的 我們現在交流到了 硬要給人家擠 後面那台米安就被人家擠進來了 被人家擠開了 對啊 可是現在有點塞啊 不知道是不是前 沒人不怕啦 突然太中 底下紅綠燈回堵不太是 待會去買電話 好吧 我覺得不只是紅綠燈的問題 哪那麼可能 紅綠燈會塞成這樣子 現在你看都順了 開始順了 就是有移開了啦 只是我個人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啦 剛剛是完全不動的 欸啊那台的拖拉褲勒 擠進來啦 在我們後面啊 後面人讓他擠 一直逼那個VMW的讓他 幹 開卡車真的 收拾在話的 你不排隊 不排隊 硬要擠 來我們往前看好了 看是不是有發生 你看現在都不曬了有沒有 就是剛剛有堵住了 我猜的啦 你知道吧 順了 開走了 可能 剛剛有稍微小撞擊了一下 我猜的喔 這是我猜的啦 應該 都來瞧瞧的 公公的 線 不怕 稍微撞到而已 算了 這只能蹲耶 你看前面有警察 前面入口有警察 你怎麼知道 我看到了 你在你頭伸都出去要幹嘛 好好笑喔 前面有警察 紅綠燈底下 就說有車禍 我不相信 還有拖吊車 還有拖吊車 有沒有 我就說吧 我就說嘛 你已經這麼好啊 你就是哪裡看得到警察啊 看得到拖吊車吧 沒有啦 剛剛警察大概走來走去 在路中間 騎拖吊車 你在卡車當中 好危險啊 你為什麼要擠在中間呢 擠在擠邊邊耶 幹那這裡會槍也是 幹你娘子歪 真好水準耶 要讓人擠過去 對啊 不給人家的空間耶 幹你娘 好像不想說 我插手你去幹 我突然在騎拖吊車 那種感覺 對 你看他還在擠 對 根本在逼他前進 不是逼他前進 他就是腳不激烈啊 可他擠打不掉啊 你看又堵住了 警察不知道又在忙什麼 來我這裡給你來 來你過來 他媽的 他說他不想過來啊 哈哈哈哈 你給他過來啊 不要咧 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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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吧 就跟你講車禍吧 看你娘 來給你過 你娘的 去追蹤那個小轎車啦 我不給你來 媽的 你剛剛不給摩托車進了 他媽的 不給你進來 哈哈哈哈 你媽的 爛貨車 你看吧 我就說 一定有車禍嘛 對不對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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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 當卡車遇上 Toyota 就是Toyota被鋼上去了 就說 以我對這裡的了解 是不太會回讀的啦 還有一個地方會回讀啦 這邊 因為前面那裡 我們那個 好啦 我們已經到西指了 人數突然間穿到九十幾個 因為中午休息了 不是 因為大家都想要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哈 是這樣子 午休時間到可以看 然後又想要看一下發生什麼事 然後又看到 欸回讀 聽說有遮掩 一定要看一下 好啊 把鏡頭轉過來 後面突然突然 突然突然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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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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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 我們已經到西指了 我們要準備去吃生魚片 然後吃生魚片 然後吃生魚片 不可能直播給你看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要來去吃飯 吃完飯下午呢 有機會 預告一下 有機會我們要來去基隆走一走 基隆夜市 去走一走 今天晚上來去那邊巧遇好不好 大概就這樣吧 謝謝各位 拜拜